您好 这里是张宁视野 当昨天第一批勇敢的古巴人 仅仅几千个突破古巴军政人员的主党 走上街头抗议古巴共产党的暴政的时候 全世界都不以为意 当然关心他们的人都为这几千人捏了一把汗 因为古巴政府 古巴共产党 已经派遣了特种部队 准备对这批示威者开火 但是随后的消息令世界震惊 那就是古巴人民纷纷走上街头 到目前为止 已有32个古巴城市的人民站起来了 他们开始不顾危险的抗议暴政 而且从几千人发展出到几十万几百万古巴人抗议 古巴居然用了仅仅一天时间创造了一个奇迹 古巴人民现在明确要求 结束持续62年的共产暴政 古巴的抗议者目前已经云集在古巴共产党的各个机构 在这个古巴共产党的总部抗议者愤怒的高呼 古巴不是你们的 古巴不属于共产党 古巴属于古巴人民 目前呢 世界各地的目光呢 都被古巴人的应用抗议所吸引 所以呢 很多人都在乐观地估计呢 古巴政府有可能 就是说呢 结束共产暴政 成为一个自由的国家 目前呢 古巴的这个最高统治者 也就是古巴共产党总书记 兼这个总统迪亚兹卡内尔 惊慌失措 他很有可能呢 要布这个罗马尼亚 这个共产党 头目齐奥塞斯库之后臣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在1989年底的时候呢 因为呢 古那个罗马尼亚的一个小城市 就是说出现了抗议行为 然后呢 这个齐奥塞斯库就下令 安全部队开枪射杀 那些抗议者 随后呢 这个齐奥塞斯库 结束对中国的访问 匆匆回到这个罗马尼亚 在首都 纠集了十万人 发表演讲 来声讨那些所谓的抗议者 结果就在抗议活动上 很多这个古巴人 开始发出愤怒的吼声 随后呢 齐奥塞斯库惊慌失措 跟他的儿子一起逃跑 几天之后 他们在逃跑途中被抓获 然后被枪决 当然还有齐奥塞斯库的老婆 因为他们两个当时呢 就是罗马尼亚的领导人 齐奥塞斯库呢 生前呢 被称为卡尔巴欠山的天才 但是当他被处决的时候呢 他就像一条狗一样 现在看来呢 迪亚兹卡内尔呢 不敢轻易开枪的原因呢 就是害怕自己可能会 像齐奥塞斯库那样 像一条狗一样的 被古巴人民所处决 现在看来呢 迪亚兹卡内尔呢 作为这个古巴共产党领导人 应该尽快逃亡 否则的话 他的小命不保 另外呢 就是日本呢 现在由于疫情严重 现在再次进入了紧急状态 这是日本第四次进入紧急状态 最近呢 日本一直在紧锣密鼓地 这个筹备奥运会 但是呢 日本的疫情呢 却经常大差 而且呢 现在又严峻起来 每天有数千例感染 这让日本政府和国民深感忧虑 所以说呢 担心奥运会期间呢 疫情会变得更加严重 所以日本首相菅义伟 前几天就已经宣布 将从今天开始 日本呢 再次进入紧急状态 现在的情况 讲起来很有意思 因为美国人呢 已经普遍折掉了口罩 而这个欧洲杯足球赛 更让人们看到 欧洲人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封锁措施 但是日本的形势呢 却越来越紧张 日本人甚至不得不再一次的戴上口罩 来防范中共病毒 也有网友认为呢 这一番日本遭受这个疫情升温呢 很可能又是中共新的病毒战 因为现在中共呢 又把这个 这个就是说呢 病毒战的这个攻击对象呢 转移到日本了 以前放过日本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日本的 这个基因呢 跟中国呢 都同属于东亚人种基因 就是说如果日本人感染的话呢 那有可能反生回来 对中国也造成大面积的感染 所以说呢 那时候呢 中共呢放过了日本 但是现在呢 中国觉得呢 美国和欧洲已经有 强大的疫苗防护 再继续进行攻击 已经意义不大 效果有限 那么不如去派出特工 到日本去传播病毒 从而呢 对日本进行一个强有力的打击 而且呢 由于这个日本呢 副首相呢 声称呢 要跟美军联合保卫台湾 所以中共更是对日本加强了仇恨 所以呢 采取了这些行动 呃 这个日本的这次紧急状态呢 距离上次的紧急状态 相差只有20天 呃 简易为 甚至都不得不承认 奥运会实行紧急状态 是历史上罕见的 呃 日本政府早前已经下令 奥运比赛的现场 将只有运动员 裁判 领队和其医疗人员 和其他的工作人员入内 任何观众都不能出席 呃 所有人都只能在网络上 通过媒体来观看比赛实况 呃 事实上呢 很多网友认为呢 日本早就应该取消这些奥运会 呃 因为这样反反复复 这样这个紧张的这个 呃 应对 而且又不让所有观众到现场观看 已经是奥运会失去了意义 呃 而且呢 日本为了这个奥运会 搞了四次紧急状态 可以这么说是朝令夕改 呃 整个来说呢 呃 就是穷折腾 呃 这所以呢 日本这样搞来搞去呢 已经让全世界对于 这一期的这个奥运会失去信心 甚至媒体都懒得在报道 日本的这一节奥运会 相反 这个欧洲杯比赛倒是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因为当时呃 呃 这个球场 这个在足球赛场上 观众爆满 而且呢 热情洋溢 而且呢 这个比赛呢 非常精彩激烈 呃 最终呢 是意大利队呢 获得了冠军 呃 意大利队呢 防守非常顽强 呃 而获得亚军的英国队呢 实际上 呃 跟意大利队的这个水平 不相上下 甚至更有攻击性 但是呢 呃 他们的运气很不好 呃 呃 有这个 就是说呢 主要是因为在点球大战的时候 丢了一球 我注意到 两名黑人球员 呃 都点球失败 一个呢 是居然把球踢在了门框上 呃 这都是不能够原谅的错误 呃 另一个人呢 在最终一球上面 也是踢给了守门员 呃 应该这样说呢 呃 两名黑人球员 葬送了英国英格兰队的冠军们 呃